好 回不去的还有这个台北市 原本蓝营执政 但是现在呢 连胜文 坦书 台北市长是由柯文哲确定呢 建一个呢 由非常高的这个 57%的拿票率 85万票 来获得了市长的宝座 而这一次呢 当选也被视为 慎选最大功臣之一的 当然就是柯爸跟柯妈 回到了新竹老家 他们一大早呢 就忙着接祝贺电话 而今天最新 他们除了分享 来助选期间 对市民的感谢之外 也期许柯文哲 不要辜负市民期待 感谢你 我就要青年多了 你吃几桶了 我吃几桶了 柯文哲高票当选 新竹老家 祝贺电话不断 柯爸 柯妈 好心情更是藏不住 我叫这个台北市民的 这个互动的感觉 我想过来 很感谢 很感谢 我知道他这票 就是要赶到柯文哲 不只对自家儿子有信心 对自己的魅力也信心十足 超级助选员的柯妈 这次胜选 公布可没 他还搬出大选前 在城隍庙求得失签说 五百五百比 桌欢喜迎接胜选结果 柯文哲的父母对他有期待 也少不了叮咛 一场选举造就新的政治明星 也让素人老爸老妈成为定类焦点 记者和孟谦新竹报导 诶 欢迎订阅